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短 今天是2020年10月1日 星期四的黃昏時間 今次繼續有我許樂山 還有紐西蘭有機小波羅 易德太陽 大家好 澳洲有機小金魚 震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財士 震力好 馬羅七日的奇諾李惠近 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還有小白熊社長 Raymond Wong 大家好 記得LIKE我們這段影片 樓下言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剩下沒有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哇 今天有一件事多過 屋樓劍逢夜雨 就是人稱蕭玉丸蕭苑的時代冰室 那他的時代冰室發生什麼事呢 很多人都說要支持黃店的 是不是 然後不幫不黃店 馬桶也很黃 變成黃店 今天傳出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 在吃東西這一節 希望大家停一下 或者影響食物就不太好了 那就說什麼事了 蕭若元一個時代的冰室就在北角那間 吃完之後 哇 有五個食客就說中毒要求醫 那就發生什麼事呢 那這方面就是衛生防護中心公佈了 那在調查中 食物中毒過關 哇 竟然燒若元 你 你 落到的 哦 不是 不是 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有個招牌菜叫做 蔥油厚切豬扒拌三眼煎蛋飯 這個是他那個招牌菜來的 哦 大家要知道 他們這次出事的位就是 剛才社長都說了 蛋 其實在香港吃蛋也挺危險的 就是我自己 就是這樣說 我自己也跟西人一起在香港做過事的 那你一定要教他們 譬如叫一個滑蛋牛肉飯 不是 或者叫鍋蛋牛肉飯 Sorry 不是滑蛋 鍋蛋牛肉飯 一定要教他們 要把那個蛋拌到飯裡 讓那些蛋是熟一點點才吃的 因為如果有些人不知道的話 他就照著那些蛋汁 就不是拿來拌飯 那個風險就相對提高很多 哦 嘩 不過不要緊的 種了這些病毒 都有方法的 喝Straight Whisky 喝一杯仔 那就行了 這個是我的外國同事教我的 那時候是 那我們說回說發生什麼事 原來就有5個人左右 就懷疑進食了蛋類的食品來出事 那是這個老蕭出錢經營的黃點 那是北角英王道的時代冰室 那說他們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了 這陣子多了大家 多了去買這個外賣 他們就在25日的時候 晚時時短就買這個飯盒回去吃的 吃完沒多久 就出現這個肚痛 肚痾 還有吐 還有發燒的精臟 哇 很糟糕啊 很毒巧啊 這堂東西 嗯 因為它的份量也比較堅抽一點 就是它最出名的 三樣東西是有蛋的 就是最出名的三樣東西 我已經看到了 就是我看資料了 我沒有去吃過 那剛才我說的那個是豬扒 然後它有個蔥油瑞士雞腿半三眼煎蛋飯 其實就是有三隻蛋的 哦 這樣啊 哇 這次真是窩力眼彈彈的 不是三眼 哇 窩力這樣爆蛋 它還有一個叫做炒滑蛋圓條翠魚柳 那它也是有飯的 但是它滑蛋中間那個蛋黃 就是我看到一些網友拍的那些照片 就是有些水汪汪的蛋黃在那裡 就是不夠熟啊 是不夠熟啊 就是那個蛋汁不夠熟啊 所以我認為就是高風險了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是你不知道它的蛋在哪裡來貨 這個風險是高的 其實盡量都是煮熟來吃好 安全一點的雞蛋都是 全熟蛋啊 是吧 全熟是安全很多的 其實雞蛋是永遠都有一個風險的 因為呢 如果你在澳洲買雞蛋 在昆士蘭 澳洲各個州不同的 但是昆士蘭州買雞蛋呢 它那些雞蛋上面呢 是會有 就是打了一些號碼在那裡的 嗯 它就可以 就是說如果你有 就是吃完那些雞蛋之後 譬如舊了東西 好像現在這樣 種了毒呢 那它呢 就可以知道 那是哪一個批次的雞蛋有問題 那香港就應該沒有這一件事的 香港有很多水貨蛋 是啊 其實是一個風險來的 因為雞蛋始終是骯髒的 就是我在這裡買雞蛋呢 通常都是買一 一兜三十多隻的那些 一兜三十多隻的那些雞蛋 那有時候會連毛鑑屎 那黏在蛋殼那裡 那你就可以知道那個風險是多高 那雞蛋殼那裡 就是有毛又有屎 那當然是不乾淨啦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樣的 你都敢生吃 用來混合白蘭地 之前有人教這個壯陽 混合白蘭地 那麼生吃 那就不好意思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很腥的 我個人認為 不知道壯陽什麼都吃的 腥的也要吃 不過你吃火鍋有時候都會打一隻生蛋 那會混合一些火鍋湯料 會熟一點的 是有風險的 沒錯 我們可以說一下 其實蕭若元就算他店裡吃得人肚子 也不用怕 因為他們所說的黃色的經濟圈 那如果他 萬一那些人吃完什麼 我吐吐痛 都可以去那個納克好的藥房那裡 買些藥藥回來吃 什麼喇叭牌那些 哦 原來這條路線 習先生說內循環不行 他就自己弄了循環 原來就是去吃完東西 肚痛 啊又肚痛 骨頭疾哩咕嚕 要信我 有幾個個個贈 那又去這個納克好買藥 不單止 還可以買了切紙 一卷卷的切紙 是啊 那又去看很多個時代的 我覺得這樣不行哦 就是蕭若元這些 是不是 就是你坑害一些 坑害一些黃人哦 小孩到老人家都不放過啊 不是 他都不知道的 我知道 但是你 其實如果他做開飲食就知道如果是做那些半生熟蛋那些雞蛋一定有些地方來的雞蛋是不可以買的在香港 嗯 因為那個風險實在太高了 那他應該都是給他旗下的那些入貨的那些買手 我覺得就滑了一鑊 我覺得就 就像食神那樣說 喂 我有一批很靚的雞蛋啊 是吧 包月不見你益下我 沒錯啦 老蕭掃臨了個掃君 做君在那個家裡 不過說一下啦 如果我覺得這樣就不應該啦 你說得是黃店呢 那個水準一定要在別的店鋪之上才行的嘛 你代表整個黃色經濟圈的嘛 如果你這樣 他們也差一點哦 就是錢黃店的人血漿 做的東西都是一般的 這飯是冷的嘛 再記得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他們肥仔拿一份報紙 找這個最厲害的食家 其中一個啦 盧密雪說的 在這裡幫一下老蕭 就是教他做這一行 就是做飲食 教人一下你 是啊 我教人做飲食 就是免得他又弄到那些人 那些客人又肚痛又上新聞啦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你買雞蛋呢 其實處理這些雞蛋呢 是有兩個門派的 一個門派的處理方法就是美國人的處理方法 美國人的雞蛋呢 就一定要放進雪櫃的 買回來 你不可以常溫的放在這裡 要放進雪櫃才可以保鮮的 那我估計呢 他這次某程度上就是 撈亂了兩個門派的 就是雞蛋就沒有雪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如果美國人的門派那些雞蛋 你不雪的話呢 他是很容易壞的 那好了 另外一個門派呢 處理雞蛋呢 就是中國處理雞蛋的做法 中國蛋就不用雪的 中國來火那些雞蛋是完全不用雪的 就這樣放在這裡都可以的 就是這個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分別在這裡呢 就是美國人的處理方法就是 它是洗過了雞蛋的 所以一定要雪 如果洗過的雞蛋呢 你不雪的話很容易壞 OK 中國那些雞蛋是沒有洗過的 那還有一個地方是類似 譬如阿珍密斯住那裡 它就是洗過了雞蛋的 那我們住在這裡就是沒有洗的 那些雞蛋 所以剛才我說的 連目鑑士有在那裡的就是沒有洗的 那沒有洗的雞蛋就可以不用雪 你不雪也可以 但是美式處理手法一定要雪 很大可能就是它應該雪的 雞蛋沒有雪 那它是不是想搏一鋪呢 就是如果你生意好不好的話 都每天的貨全部都清掉 那就不用雪了 蛋不行的 蛋不行的 OK 因為你多好生意都好 譬如它現在這樣 它買一碟飯已經要用三隻蛋 所以它一定那個雞蛋的存量是很大的 在它那個餐廳那裡 還有你廚房都是比較熱的地方 那個雞蛋變賣的速度是會更加快的 嗯 如果它該雪的蛋沒有雪的話 其實是冷硬的 或者是轉了買別的 就是本來可能買中國蛋的 現在它轉了買美國式處理 有很多地方都是美國式處理 日本蛋就是一個例子 日本蛋是要雪的 嗯 就是如果你買回來的蛋沒有雪的 那個雞蛋殼又乾乾淨淨 那就是高風險的 其實反而變了 本來是安全的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它在一個合適的溫度 嗯 因為你那個雞蛋殼一洗過 其實就那個補質就有問題 很容易出問題 嗯 這次蕭尤元應該都會借機 都會給它那些政敵瘋狂狂攻 我們都等一等 到時候應該那些標題應該都會挺過癮的 是吧 不過那句 無論如何都好 就算你打門禁生意 都不可以給那些這樣的人吃才行 是吧 吃到人肚痛啊 還是怎麼樣 全部都是出事出來的蛋 是的 石像都說了 就是你們不小心啊 還是怎麼樣 是吧 斷鼓就不小心了 因為其實它用的蛋 看那些圖 其實就不像是內地蛋來的 譬如有些照片我看到 不過不是它這間店 是九龍灣那邊 它有另外一間店的 那它的蛋黃 那個鮮色程度 我看就不像內地出的那些蛋 特別橙一點 特別橙一點 其實有可能是 日本蛋 有可能是日本蛋 因為日本蛋它是放了這個維他命A 去放給一隻雞吃的 那它就生的蛋會特別痛 那個蛋黃是 嗯 不過剛才說到 如果蕭若元的黃色經濟圈是這樣 其實都將那些納克苦的藥材 那些什麼 成藥這些東西 放在那裡 可以隨時準備給人買 吃了飯 你買好這些會穩陣一點 到時有些什麼 安藕肚痛都可以先頂住 應該這樣才是 這樣 理論上可以開了幾間店 連在一起 吃完又吃 這樣 吃完又吃藥 然後再去光顫 吃完又肚餓 又去再吃 就是這個內循環 內外雙循環 哈哈哈哈 就是說蕭若元 經常都說 國家說這些內外雙循環是不行的 好像他自己都在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糟糕 真的有些人想相信他 哎呀你行 因為我聽過有些人很傻的 他故意去撐這些黃店 本來明明不是在北角住 可能由天后 你也要天后也要走到北角 買些什麼什麼東西的飯來吃 千里少少 就可以去買一個吃到你肚瘀 有肚瘀肚痛的 那真是慘了 是不是 那些黃色經濟圈 就是那些年輕人 真是蠢到怎樣 這個是我做老師的朋友說給我聽 他說喂 他那間吃飯的那間店舖 來地鐵站要走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嗎 是的 要撐黃色經濟圈 走半個小時也去 哇 我們吃完走半個小時 都消化了成三分之一的了 那就健康一點了 哈哈哈哈 接著你搭一搭車又餓 又要回去吃過了 兄弟 走回頭了 哈哈 但是他們那時候真的是這樣 尤其是對那些年輕人 洗爸爸媽媽的那些人 他們很多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他們 現在我們看他們當然是愚蠢 但是他們說的那一套話 其實是感染到那些年輕人 他們覺得你們愚蠢 這樣一點犧牲都不肯 怎樣可以建國 肚瘀了大哥 還想怎樣 那又怎樣 要洗腦胃啊 要不要洗腦胃啊 折股阿拉命都沒有了 你搭到沒有了那條命 那我沒有辦法反駁你了 哈哈哈哈 其實為什麼那些蛋這麼橙呢 其實老少爺是想說的 我是心黃的 黃到橙色了已經 這個都可能是的 其實不過不是的 應該現在是有一件事叫做 好像叫做湖北蛋 湖北蛋呢 現在在香港就很賣的 連黃俊陽這個東涌區議員 都要安排一些街坊去團購 湖北蛋 不是要什麼 不光顧內地的產品的嗎 不是啊 三黃雞他們照買啊 三黃雞那些內地雞都照買的 蛤 他團購的 不是開玩笑的 是真的 所以你說東涌區這個區議員 黃俊陽做得到 黃俊陽不是一個傻子 這個人 我才看到他的Facebook 他幫街坊團購這些東西 懂得吸引眼球啊 這個人 其實到最後你 無論黃藍的生意 他都幫你做了 你猜男人會不會說不吃湖北蛋呢 會不會說不吃三黃雞呢 當然 很現實的 說真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人是很現實的 你在這裡做區議員 我自己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在那個區裡住有什麼好處 他現在不是想到這個 自己又撿一些些 又可以幫到區內的人 他這個人是聰明仔 現在有些人在這裡咬他 其實我覺得是 益了他 益了他 其實益了他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這個人真的是聰明 我不同意他的政治取態 但是 你現在建制是沒有人懂得 怎樣對付這些人 可以看得到 那沒辦法了 之前做下去的方法 未必走得通的了 看看你的對手究竟做什麼 你再看回來怎樣 改變你的策略和你的戰略 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希望那些人做一天康復 不一定要去立刻好的 他附近的藥房都可以馬上買些 可以賠回一個餐給他嗎 他啊 可能做了六蛋餐 同一個餐再請你吃 那不是還要去幾個醫院 應該是不敢的 我看來應該會好些吧 希望做一天康復刺人天上 其實六個人去 其實五個人去醫院了 其實實際買東西的人一定不止 因為那個批刺的蛋一定全部都有問題 只是有些人的腸胃好些 牙過了 或者沒有那麼嚴重到要去入醫院 或者去 有些人是很痛就算數了 真的有些人就瘋了算數了 當清腸胃減肥 很多人就這樣留在家裡 其實瘋了兩天 如果自己康復就不會去看醫生 有很多人是這樣 我自己回香港的時候也是這樣 因為我都試過吃蛋奶 所以我現在回香港是很少吃生蛋 我第一次聽到吃蛋奶 老蕭真的是奇表世界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完全是老蕭的問題 當然他講到底要負責 用回他的邏輯就是 中國發生任何一件壞事 都是要習生負責的 香港發生任何一件壞事 都是要林鄭月娥負責的 他的公司發生任何一件壞事 到最後都是老蕭負責的 但是這樣說是不對的 他做節目是不是要生吞了幾隻蛋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他在台灣 香港用料和台灣的用料 寄給他 不知道記不記得 不清楚了 好像不行 蛋不可以寄過來 沒辦法了 希望到時候等消略員回來 再吃給我們看 吃給我們看 生蛋表演 大石碎心口 心口碎大蛋 不要吃了 因為三隻蛋這麼多 其實正常我們這些年輕人 這麼多的 都是一天最多吃兩隻 不會一天吃三隻 但是一餐吃三隻蛋這麼多 其實你想想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真的很多嗎 如果一隻蛋很小 那就要三隻了 因為我自己炒蛋都打三隻蛋 那多少人吃 我自己吃 我自己吃 我一個人吃 我不是覺得很恐怖的事實上 有些很小隻的 真心說有些很小隻的 是 這很容易膽固醇過高 爆了錶 可能我已經爆錶了 我先查一下 原來你都跟蕭先生一樣都是戰獄生的 當然了 滑生真的不行 不要緊 不要緊 什麼都好 早一天就康復了 我們這次時間暫時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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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